这个周休假期值得把握外出走走 华南云系远离 整体来说今天各地天气都转趋稳定 阳光露连以后气温攀升 预估各地的高温都会突破25度 那么中南部花东局部内陆地区 更可以来到32度左右 不过晨夜温度会掉回20度以下 早出晚归还是要多带衣物了 天阳降水看到了水气量减弱 各地普遍都是多云道晴 而且伴随着阳光 只有在一封面的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恒春半岛 还有在大台北的山区 还是有些零星局部降雨的机会 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稳定的天气 在星期一开始就有变化了 星期一的中午以前 仍然是稳定温暖的天气 不过傍晚封面通过 北部东半部开始陆续转为阴雨天 周一的入夜开始就要迎来冷气团南下 同时又有华南云系东一带来的水气 因此在礼拜二 不只是北东部持续的阴雨 中南部的云量也开始增多 那么星期三四水气量逐渐的减少 开始由湿冷转干冷 中南部的天气转好 北部的降雨范围也缩小 而温度变化来说呢 冷气团影响时间 会从星期一的晚上开始 礼拜二白天 各地的温度就会有感下滑 那么最冷的时间点 落在礼拜二的晚间 到礼拜四的清晨之间 北部市区的低温12度 焦躯10度 白天最高温也只有15到17度 那么中南部周休高温将近30度 以之后也会往下掉到 大约20度左右 全台温度都有明显变化 提醒大家 不要忘了下周的降温 做好准备了 那么今天旅游来说 去到哪天气都不错 除了在北海岸 可能偶尔飘些小雨之外 基本上天气都好 中南部阳光更加明显了 日月潭溪头等等 都是晴天好天气 但是高山温度低 特别要穿厚一些 好再看各地低温 那么北部是16到27度左右 多雨有阳光 中部是17到28度 各地阳光露脸 南部高温冲破30度 留意日夜温差大 东部19到28度 天气稳定 外岛地区是11到24度之间 金门阴天 马祖云多 澎湖晴朗 以上是最新的天气资讯 提供给您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